所以当我们认知自己 也去认知别人的时候 就想到这个非常有名的周哈里窗 让我们看到有这样四个维度 如果我们能够愿意公开自己 左向角 就是把我们特性 愿意去告诉别人的话 这样子我们这样公开的 我就会比较多 愿意告诉别人 主动告诉别人 这样这个隐藏的我就会越来越小 那他人不知道地方又越来越小 那当然这个需要智慧 你要认为哪一个是正确的平衡 那左边下去的话呢 有些是盲点 我自己不知道的盲目的我 我就要去问别人 给我们一些的回馈 好叫我的公开的我就更清楚 然后我盲目的我呢 就越来越小 那最下面右下角这个呢 就是未知的我 别人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的 那这个就慢慢去发掘 有了这样一个健康的周哈里窗的建立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彼此了解 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 别人也认识我们 然后好好的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好叫我们能够建立健康 有信任有正面的关系 那也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当我们要认知他人的时候 有好多很实际的技巧 要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特别我们在北美的话 华人怎么在美国的文化当中 跟人家有这个人脉建立人员 那在亚洲同样的都是需要怎么去 让别人认识我们 也让我们去认识他们 所以做事呢要人员 人脉做人呢要人员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Networking对我来说 我是算也是一个属灵的恩赐 我常就说圣经有没有说 哪里这个人脉是一个恩赐呢 那我就想到在讲到 这个人的身体里面 对不对 有人是眼 有人是口 有人是手 那有人是骨头跟骨头 中间那些的连接的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 所谓的一个属灵恩赐的人脉的恩赐 那真年27章告诉我们 当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是铁磨铁磨出认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好像我们能够彼此帮助 像刚Joyce说的 我整个礼拜都看到 你们都彼此在群里面 能够彼此鼓励 是何等一个美好的关系 而且还有天使彼此的一对一帮助 那人脉是什么意思呢 就建立人脉的网络 我觉得要很小心 在一些误区当中 以为说 人脉就是要认识很多人 人脉就是我要认识他 然后他怎么可以帮助我 去找工作 这个都是误差不对的一个想法 那其实人脉呢 我的定义是能够互惠的 人脉的意义呢 就是怎么把一些有意义 跟有战略性的彼此帮助的关系 能够建立起来 所以人脉是能够有共通点的 能够彼此帮助 而且有回馈 有分享各样的知识资源 是彼此帮助的 不只是为了认识他人来帮助我的 那不是说越多越好 也可以要分辨先后秩序 那下面会有一些的定义 告诉我们怎么去挑选 然后怎么在祷告当中 让神来带领开路 让我们认识 应该让认识的人 怎么彼此帮助 所以当我们人脉广的时候 关系就好 那有些人是比较内向的 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愿意的 可以跟认识别人 也没关系 就是你自己选 你做了String Finder 像有一个同学 他的String Finder 就是一个很专注于 更深入关系的 不代表说认识很多人 而且很肤浅的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最重要是一个有意义 有一个彼此帮助的 按照彼此的光景 有怎么样不同的季节 应该找怎么样一些的人脉 彼此来扶持的 然后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 所以有忍耐的时候 无论是顺境逆境都需要的 而且这个关系 不是你需要的时候才去找人的 像我今天早上很惊讶的 收到一个我以前辅导的学员 他不是有需要的时候才来问我的 然后他今天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他预备要做一个妈妈了 我太高兴了 像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不要等到有需要才去找人 有些什么好消息 他以前怎么帮助你 然后有一些的进展的 你都可以主动很短信的就告诉他 这样就代表说你很重视 这样一个彼此的关系 而且不是要需要的时候才去找别人的 而且如果你看到你的一个导师 有一些的挣扎 或者有一些什么的需要的 你主动说 老师我听到你好像需要这个 我就可以帮助你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资源 你需要吗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 经营我们彼此帮助的一个关系 像你们同学当中 有一些同学也来问我 我可以来帮忙老师做什么吗 我就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都是能够彼此帮助的 这样就是能够建立一个信任 帮助彼此成功的 当我们要学到领导力 下一课五月份的课程当中 就已经学习很多影响力 领导力当中就是很实际的 帮助我们怎么去帮助别人成功 能够不是有条件的 而是无条件的 有一个好的习惯帮助别人来 彼此联系 那建立人脉当中有很多的方法 有对的 有错的 那我们就学到当中有一些的对比 比如说怎么去认识人呢 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 是不是已经认识了彼此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认识了 全世界有不同的同学 而且我们都是有共通点 你要找建立人脉当中很重要一点 是有共通点 能够或许是同一个文化 或是同一个行业 所以你去一些专业会议 像我们这个课里面 一起的都是想要把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而且也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共通点 那你要去一些专业的会议当中 也是同行的 你有同样的共通点 还是说演讲啊 读书会啊 或许你的孩子活动当中 彼此也是家长啊 还是在各样的不同的群体 那我也很建议我们能够参与一些志愿工作 比如说你是工程师的 有什么一个工程师的志愿工作 像我们当中有个同学 跟也是小组长 Shina跟我呢 就是在一个中工会 中国工程师会当中 都是做董事里面认识的 那我们就继续保持这个关系 都是很奇妙的 慢慢的又怎么神来经营 帮助我们有机会继续的发展 彼此能够帮助 所以有找到共通点 或是你的邻舍 或是彼此有一些的兴趣的 同样的在公司里面 也是能够找到同事一起的共通点 无论是同样的一个岗位 还是同一个部门 或是不同部门也很需要 那我下礼拜会更多的给大家一些例子 怎么被别人认识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建立这样一个人脉 又不同的岗位 不同的职位的都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人脉 然后对我跟对方有什么的帮助 那另外的方法就是平常你去看医生还是结账 有些人是很愿意跟别人聊天的 我就是这样的 像我以前在德州 坐火车坐了两年去上班 然后我在火车上 建立了很多的朋友 也有传福音的机会 因为我为这个祷告 这个是我一个火车的一个事工 我在火车上坐着 除非我在看什么还是想什么 不然我就很注意 我周围的人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神很奇妙的让我有机会 都是女生 然后也有机会带他们去教会的 也有人结果真的信主的 那有些也是基督徒的 所以很有意思 那有些是用脸书 LinkedIn这些都是可以 那我们要有智慧怎么去分辨 等一下就有些不同层次的关系 怎么去分类 怎么去经营这样一个关系 那当然还有同学会 还是老师 然后有各样不同的资讯的 也按着LinkedIn他们的资料 来彼此去挑选 所以我在建立人脉的 几十年的经历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总结 在你要去认识这些人以前 要预备什么 在期间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然后期间完了以后 认识了以后 之后有什么样的跟进 那当然这个都是要按着 不同的关系的 不是说每一个你所认识 都做这十项东西 那这个是我三十几年的经验 所累积出来的 觉得是很重要的 把这个人脉建立的时候 是能够个人化的 所以以前还是用名片的 现在就不用名片了 就是电子名片了 我就会认识一些人以后 我认为要想要有跟进的话 我就把他名字 在他的名片上 把他的一些特点就写下来 这样我要跟进的话 我发给他一个短信还是E-mail 我就会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故事 就代表你真的是积极的聆听 而且Enthusiasm 这个热情是能够很有传染力的 很有影响力的 当你正面的很乐意跟人家互动的时候 也成为你这个个人品牌 然后Teachable就是说很愿意聆听 当你真的在认识这些人当中 选到哪一位真的要成为你的导师的话 你就很认真的学习 跟很正式的怎么去经营这个关系 下面会有很多的一些技巧 跟工具帮助我们去用 然后Winning with Encouragement 当我们跟他们互动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正面 让别人跟你聊完以后觉得说 哇 我好被鼓励 而且有共通点能够得到一个 双赢的一个机会 而且我们不要唠叨 我们都知道少开进口多说进话 要clear concise 要越简要越好 而且多一点聆听 而且O就是open mind 愿意帮助别人 offer 那很多时候比如说 比我高很多层的人 那我不一定能够帮助到他们 其实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 很多高层的从别的州搬来了 搬了以后我可以建议说 我知道你喜欢吃这样的一个菜 我说建议这些餐馆是很好的 或是他们有一些部门有什么需要 我觉得很多机会我们都可以祷告 怎么可以帮助他们 R就是怎么建立关系 relate 能够按着他们认为重要的 怎么去跟进 K就是kind 要很注意跟尊重 别人都是很忙碌的 要清楚界限 不要用太多他们的时间 然后我过去认识这些不同的导师当中 大概我都是用半个小时 而且是很好的预备 然后怎么跟他们清楚明白 这半个小时会怎么用 目的是什么 然后怎么去聆听他们 也有一些跟进 I就是impression 记得当我们先认识别人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什么 都是第一次的印象 first impression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好好的预备自己 介绍自己的故事 有怎么样一个故事介绍你 别人会觉得 啊好会记得你的 然后N就是noble character 就是我们的品格一定要诚信 然后介绍自己的故事当中 我们下礼拜就学到 怎么去面试 怎么用最精辟 最精准越少的时间 一两分钟 把自己的优势跟故事 很简要的告诉对方 那下礼拜我们就会学到 怎么让别人认知我们 最后这个networking 长头师第十个 就是go the extra mile 能够愿意多努力 来多走一步 多准备之前 期间跟之后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